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好高兴今晚又能够和大家一起 探讨一些近日香港发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扰香港的问题 我们香港出路这个网上电台的节目的目的 就是希望为香港尋找一条出路 能够真真正正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 我们不是希望 只和大家一起大事批评 政府 某机构 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得不好 大家发誓一番就算 我们希望能够深入讨论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物 最后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或者建议我们每个人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令这个问题真正解决呢 简单来说 譬如你是特首或者那位负责人 在当时的处境之下 你会怎样处理那件事呢 好了 那我们今晚的题目呢 是关于 讲下内地的新的劳工法例的 那其实这个题目呢 其实都可以讲 都几个星期之前呢 在报章上 全部都有讲及的 那当然啦 就是对香港人来说 又香港人不是内地的劳工啦 那当然香港有很多些厂家 就是在大陆设厂的 但是我们看到一般的传媒的报道呢 我觉得大致上呢 都是说是 哇好不行了好不行了 好多些工厂呢 就要要撕下 撕出啦 那其中也都讲及 有一些有些入下韩国的工厂 那直成呢 就是劈炮 就是不再回去啊 那样之如此 那听到出来呢 其实都挺可怕的 那但其实 那个远时的所谓的劳工法例呢 其实是 跟以前的有些什么的改变呢 那我亦都听过 有人这样说 其实呢 这些劳工法例呢 其实一向都有的 不过以前就不執行 那现在才正式執行啦 那实情的情况是怎样呢 我们一会听下呢 是我们各位的主持 还有我有位嘉宾呢 是王健明先生 那他是施子山学会的经济研究员来的 那我相信大家呢 对施子山学会呢 都会有相当的认识的啦 因为我们过去呢 也都邀请过他们 就是不同的研究员啦 和他们会员呢 和我们分享他们 香港多方面的问题 那他主要呢 是从经济角度呢 是研究香港各类的问题的 那或者我先请王健明 讲讲下 就是劳动法那方面呢 就是过去的劳工法例 是怎样的呢 还有现在是怎样要 就是最主要的改变是什么地方呢 令到那些人那么害怕 谢谢袁医生 那其实或者这样讲一讲呢 新的劳动法呢 就是我们叫做新的劳动合同法 全名 其实讲的有九十几条那么多 那事实上有部分呢 讲的 比如说可能是加班的规定等等 其实在原本的劳动法里面 都已经包括了 那只不过就好像刚才 袁医生你这样讲 在执行上面呢 相对在不同的地区呢 宽紧呢 是有差别的 哦 而讲的 在新的劳动合同法之下呢 其实比较关注的 只不过通常都是三四条而已 其中一条呢 包括了就是第十四条 就是讲的呢 要为这个雇员呢 要签订一个 即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那如果你在一些新闻啊 那些有时听到 他们叫做铁饭碗的这个合同 那主要呢 就是说如果 当你一个的受雇人士 在那个的企业 已经连续工作满了十年了 那变了呢 这个企业呢 就要跟他签一个 叫做无固定限期的劳动合同 那第二点就是说 如果你一个企业 连续跟他这个雇员 定立了两次固定期限的合同 那第三次呢 你变相都要自动 就是跟他签订一个 叫做无固定限期的劳动合同 即是如果你三年三年 六年之后 那就要做终身受雇了 是吧 就是这两个合同 原则上终身受雇 和无固定期限的合同 是有些分别的 那这个我们可以 详细一间再讨论 那这个是其一 令到来地企业的固者很害怕的 因为他们一听到 就会说 为何我请请你 请完两次 突然间就一定要 即第三次 就要是无一个固定期限 这样 亦都有一个 好似同袁医生所说 终身受雇 是不是要我请了他 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一个 试用期 有一个规限 就是说 你那个劳动合同的 期限是第十九条来的 就是说你那个劳动 按住你劳动合同的 期限不同 那 就会是 已经帮你 理定了 试用期 不可以超过某些期数 譬如 你那个劳动合同 是不超过一年的 那你的试用期 就不能超过三个月 然后还有 如此类推 一路下去 亦都就着你这个 试用期的薪金 亦都有一个规限 基本上就是说 你不准低 你正式 就是 正式的劳动合同的八成 不可以低 不可以太低 一句说了 你可以这么理解 到最后另外一个 都可以说 受到关注的 就是说到第五十八条 就是一个叫 劳务派遣单位 的一个规定 劳务派遣单位 简单来说 就是说我们以前 可能做书役工 都会试过 就是说我们 有时候是被一些 agent 请我们 然后就派我们 去到另外一些大公司 那里去做的 那当然 主要大公司 就是省了一些 可能你去面试 或者去找人 亦都省了很多 中间要跟你定立合同 你知道大公司 有多少 規章 規定在那里 一跟你定立了 雇用关系 就会很麻烦 那所以这些 劳务派遣单位 在这个新的 劳动合同方面 也都收紧了很多 的规限 包括了 你一同他去签的时候 一定要签一个 叫做两年以上的 固定 期限的劳动合同 另外就是说 譬如 A长派你去 ABC公司那里做 你去做的 新金 是要跟你ABC公司 一些相同 崗位的 薪金 不可以低 这么多限制 是的 其实 最主要 如果你在网上看到 新劳动合同法 最大的 引起的关注 主要是这几条 当然 其中最大的关注 就是第十四条 香港要签订一个 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就是 你就这样一听 作为一个香港人 在一个香港一向的 经济经营的环境 如果自己是做老板的 一听话 就是 如果香港实行会 香港会怎样 大家都可以想到 那个问题 会几严重 那 为何中国 我都 但是你要想想 就是 刚才说了 那几条 比较影响深远的法例 是的 你想想想 如果你作为一个普通人 就是 听到这些法例 你觉得 就是公平 还是不公平 就是 对劳工 接衣劳工 和对雇主来说 其实这些法例 是相当公平的 例如 你打工仔 你在公司做 你当然希望 做长一点 或者做长一点 现在 其实就是 应该 把劳工的权益 很合理地 正正即色 写在这张纸上一次 大家都要遵守 我发表性的事件 OK 因为 如果你问我 如果大家 要将有什么 权利义务 写下一张合同 我是贊成的 你要有一张 written contract 要大家知道 但是 你说公不公平 我觉得 作为一个雇主 一个雇员 大家去签的一个合同 就不存在一个 叫公不公平的 除非他用武力 去逼你 一定要你打工 如果不是的话 譬如我这样说 我作为一个雇员 事实上 在你 请了我 签了两次 一年的合同 到第三次的时候 可能 说 因为我事实上 可能不够人家 争好 我愿意 不要紧 你再试多我一年 或者试多我两年 这些 是否存在不公平呢 我觉得一个自愿 自愿之下 雇主和雇员 签订的合同 究竟 是不是我们 要由政府 一定要规限 不能让你作出 某些安排 我这个 就很有怀疑 但是你要想一想 这件事 就是 中国大陆 和香港 是两个很不同的 经济 经济的环境 你明白 你一定要 在中国政府 的眼里 他订的法律 一定要比较严厌一些 因为 如果他再定 宽松一些 那些 那些 省的市 圆 那么多 如果他再定 宽松一些 根本这条劳工法律 定了等于 无定 因为我的看法 就不是 僅同松的问题 因为我看这个问题 也不是说 究竟它是 令到雇主的成本增加 或者怎么样 我会这样说 如果你中国政府 定一条法律 是说 勞工一定 不可以 要求 雇主和他签 无限期 无固定期限的合约 我都会反对 我反对的是 为什么政府 要规限了 一个自愿的合约安排 我反对的 不是说他帮了雇主 或者雇员 性质 就是 选择的性质 是的 我会觉得 为什么不可以 让他们自己 两方面去选择 一个合同的选择呢 明白很多人都会觉得 因为我们的勞工 在一个不利的位置 我们一定要政府出头 帮他们争取最低的权益 其实最低工资立法 都是这样的 原意 是的 但是我们要想回 反过来想回的时候 就是说 情况究竟是怎么发生出来的 他们说 在一个比较不利的位置 其实可能就是 因为实际上 你看回中国内地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劳工 就是很多很多 農民需要转去 一个制造业里面 变成了 那个劳工的供应很大 才令到他 可能处于一个 比较不利的谈判位置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政府定了一些规限 下来 大家的生活就会改善到呢 如果你供求的关系 没有改变到 其实你定了一些规限下来 你是不会帮到任何人 但是其实呢 供求的关系 已经改变了 现在 你可以去中国 南方那边看一下 现在最难找的 就是 勞工工人 为什么呢 因为 现在这些勞工工人 在自己的乡下 例如重庆 例如湖南 他根本已经有厂 他在那里做事 他省了很多钱 因为他来到南方 你不要小看南方 他要坐很久的火车 以及南方的火车 比他去北方大很多 吃个公仔面 吃个普通炮面 都贵了北方很多 所以 所以 其实 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么多的勞工法 其实有一个很立竿见影的效果 就是 勞工 那个 留在厂 那个时间 是会大很多 就是耐很多 就是勞工 其实正正因为这样 这些法力 执行了之后 勞工 即是 那个厂 就不会是 将那个勞工 那个 而 牵涉 是那么无弱 因为 我以后看到这些法力 想清楚了 这个勞工 请不请他呢 请他要请多久呢 不要说 以前我们想 哇 我总之接了一张大单 周围的帮人回来 然后到最终的单单 完了 整走他就可以了 但现在不是 这些勞工 就变成长工 就是 或者比长工更长 就是 我想的勞工 就是要 第一他要有这样的能力 第二 我会想一下 我盘生意 就是我那个 那间厂的发展 就是 就是 跟勞工一起发展 我可以考虑 要给他一些训练 就是不知 我的厂 就是要一直提升 就是连那些勞工 也要一直提升 那 其实呢 这些勞工法力 实施了之后 其实不是说 对厂是没有益的 不过 是看看你是 做哪一行生意 譬如 如果你做以前的 用努力密集的 做来料加工那些 那当然是不好 但是 如果你是做了 长远发展的厂商来说 欢迎现在 欢迎这些条例 除了当然 有一些条例 是比较 辣一些 就 比较 要商量 例如 超长合约 这个当然我们要考虑一下 但是其他 其实 刚才所说很多的法例 如果你是接外国订单 来计算 基本上 一直都有 譬如 他加班的规定 其实现在 十年前开始 已经是 基本上的劳工 应该是一个星期 做四十个小时 四十个小时 四十个小时以外 是要计算加班费 但当然 我知道 很多都不是继续加班费 甚至有些 是收不到加班费 但现在 有些 有些 之后 你就不能嫌疑 其实我觉得 我看到 用回刚才说 公不公平 我最简单 你说很公平 其实我 很简单上来看 公平的意思是 你不可以炒他 但是他可不可以炒你 即是工人可不可以炒老板 如果工人都不可以炒老板 那就公平 但工人可以随时炒你 你又不可以随时炒你 你又要走就走 但我认为你走不行 那怎么是公平呢 其实在新劳动化里面 就是两方 即是 我作为 雇员 雇员可以炒老板 他里面有写的 给回通知期 雇主都可以 不过他就定了一些 condition 条件 其实这个也是 刚才所说 就是说 原则上 甚至那些官员 现在再解释都说 这个无固定期限的合同 就不是终身聘用的 因为你可以炒他 是的 但问题 正正 他不是很简单 说你企业给三世纪的通知 就可以了 而是说他下面有一堆的条件 你又要点点点 然后炒的时候 又要先 優先留哪些人 優先炒哪些人 在香港来说 在香港 一直都会留下 生产力最高的人 但在他来说 他又放了一些条件 在那 所以变了来说 如果我去说 我也不会说 鐵饭碗 但我想这个是同的 都走不了 因为你有一个 这么大的 不确定因素 企业最害怕 就是不确定因素 他自己面对生意 已经有很多风险 确定在那 如果你的雇员 到时要解雇他 都可能面对这么多 不确定因素 刚才李生说了一个 很好的东西 就是说 会想清楚一点 他想清楚一点 李生的解释 就是说 喂 对于一些有长远承担 长远发展的企业 就很好 可以帮助到他 但我们不能忘记 就是说 我们中国内地 都还有 还是需要 真的很多 你可以说 低技术 或者低增值的工业 去帮助 很大批的农民 去转化 进入一个制造业 里面 我们现在的农民 还是占 整个中国人口 四十多个百分比 比起很多社会来说 如果你想着 最终的步伐 要去到 一些先进国家 可能是说 五个百分比 肯定是单位数 你变成来说 就是 你看到还要有 多少的人口 要释放出来 去转业 我们不是说 反对 去做工增值 也不是说 反对 去企业 刚才李生说 对 其实现在开始 某些地区出现了 努工短缺的问题 所以代誉 也原来好 这些改进生活 我们不反对 但问题 如果你一定要用政府 去插手 去规限了 你某些 离定合同的灵活性 这样 有些好像 压苗助长 去做 往往是懂得其反 我估计 大家简单来说 例如最低工资 可以立刻帮他增加工资 但如果大家熟悉 价格管制 你定了价格 其实是没有人得益 其实从经济角度来看 就是说 帮到劳工的话 这条法例不重要 但我们恐怕看到 它只不过是减低了 勞资双方 或地形合同的灵活性 我初步看 那条文 其实没有说 几久 它只是要你定立一个 无确定中止时间的合约 即是进入另一个 SZ的合约关系 我想 其他立法 就是 補充 何谓知这些情况 就是类似香港那些 就是 长期负购金 或者那些 不公明解雇 香港没有 就是那类 也都 如果你就这样 我不知道 你的研究里面 应该都看到 我想它是 跟外国那些有些近 就是越长时间 就是英国那样 是越难炒的 是補钱越多的 就是如果你有十几年 可能你要補 18年前才可以炒多少 我不知道在这个研究中 其实这些法例 出来 跟 跟外国加书和亚洲 接轨有没有关系 其实内地大部分 法例 尤其所谓的 就是反垄断法 hoy 有intendo 很多很多都是其實參考外國的 抄亂不是參考 引入 觀念是引入的 就是引入來的 這個是事實的 我所知道就好像這個應該是參考了德國法國那邊 德國法國 如果這樣就等於 德國法國是怎樣都比香港好很多 即是哪方面差也好 這個要看就是說 如果你說失業率 我不會贊同他比香港好多 我相信香港的人都不想 法國的勢力很高 10% 以前那個 但是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有錢這樣問呢 因為 這個我就 我懷疑是有直接關係的 因為 如果你跟別人現在加入世界貿易這樣 那你中國 為什麼贏了人呢 過去十年八載 便宜 即是你生產力低 即是大 人工便宜你一定贏的 為什麼也是贏的 所以那個經濟是起飛 但是你到你起飛了一定階段 其實這個有國際壓力 你是要改善勞工關係 和別人的相齊 如果不是呢 你就公平了 你自己就 你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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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那些出口貨便宜了 那你發覺那些工人 經常受害的 他跟你沒有得競爭 英國那些沒有得競爭 美國那些沒有得競爭 你無窮的便宜勞工 當然在那裡 所以他開始會要求 你們的國家都要有一定的勞工保障 大家的基礎要相同 我記得香港呢 六零年代呢 就什麼保障都沒有的 但是香港你只是自由貿易 香港最惡出來跟別人爭辯 那些工商師那些 就說 香港什麼關稅壁壘都沒有 以前很流行有關稅壁壘這件事 即美國有什麼 香港是絕對自由 你喜歡來就來就走 走錢好人好 那這件事是香港最惡的地方 所以跟別人爭辯 就是你不要設關稅壁壘 就是不要限quota 但是 其中有一件事 別人會指責得香港很緊要的 就是你用廉舊勞工 是沒有任何勞工保障 用童工 香港六零代我都做到童工 我十三歲做事 就是用大量的童工 那你這個情況 喂 即他變成了他有個藉口 即他有一個設定保護主義 為什麼呢 喂 我跟你不是平等競爭 我國家那麼多福利 工人那麼好 那你那些 血淚工廠 香港那時候其實是被人指責 血淚工廠 所以你看到香港那麼多改善 不是因為社運 那些 而是你心想你開始進步了 你不可以繼續是這樣的 什麼人家外面不肯和你做生意 人家可能設壁壘 不讓你入口 是不是影響他的工人 你也影響他的工人 那麼 中國開始要做這些 我自己有個感覺 就是背後 應該就是有這些因素 即如果你不考慮這些因素 你只是說我們不可以自由 我們喜歡怎樣 但是反過來 你明天出口 人家是否又可以開始設壁 設壁給你 其實黃先生說得好 其實講了一個 政治我不懂的 我先說 但事實上 這些所謂的勞工的環境 這些所謂的勞工 血淚工廠這些 其實是一種保護主義的變種 因為就是說 哇 令到我的勞工成本這麼高 我自己要搞了這麼多東西出去 你現在這麼便宜 於是我的商品不夠你去做 於是其實他美其名 就說我要關注 中國的勞工的階層的團體 但實際 他的目的就是有一個保護主義 在那裡 就是希望令到你的成本增加 但是你說 是不是受到很大壓力而去這樣做呢 就是我自己見到 這個我自己的observation就是 似乎暫時 即如果你問我 就似乎外國對於 即是內地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還會大過 即是要離定這些合同 以及即使要求你去 離定這些合同法 內裡的條文 都還有很多可以斟酌的地方 是不是需要去到這麼仔細 即是規限了你 即每一點你兩次又要去 變成無限期的固定合同 但是遠遠不夠英國的仔細 那一定 連香港都比不上 是的 但我的意思就是 即使你面對壓力的時候 你本身開始的時候 都可以從一個比較寬鬆的去應付 但現在去看 我自己覺得 似乎是中央的政府去主動去做這件事 即是我自己看 但是中央的政府 那時候就下不了它的基層 即是下面自然會避開 這些 法例就寫得出來 自然到時會有一班人 就想到一些方法 避免了那種法例 即是你法例都不給斑板 因為你加入了世貿 但中國人很容易買到斑板 可以說中央政府是隻眼開隻眼開 有得你地區去競爭 即是自己你喜歡嚴一點 就行 你喜歡寬鬆一點 你一想一想 如果你是大西北的 可能你就會寧願寬鬆很多去做 即是如果你說是南方的 可能它要逼得你緊一點 但現在見到 全局的 一個新的法例 你見到就是說 令到那些勞工有了那些期望 即刻上街 即刻去做 變成一個勞資的對立 即你可以說 因為這件事去產生了出來 我自己的經驗 其實很多的勞工法例 其實是令到勞資的關係更差 即是我自己的親身的經驗 很多的法例 你真的遇到的時候 你去處理 你都覺得因為這些法例 是令到勞資關係惡化 是一點都沒有幫 那最終就是 如果這個法例一出現之後 真的很多外國的工廠 即是撤走 有六七成要走 我認為他們是客人的 只是客人的 暫時你要想想 一間廠 即不是香港的小廠 即是我們用標準 一百人以下就是細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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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人至五千人就是中型廠 五千人以上就是大型廠 要做一間廠 不是按鈕就有 即是生產線設置很久的 即是不是走就走 現在很多說 譬如 其實有幾種應對方法 我知道 即是港商 即港商來計 很多暫時 就不回去廠 就等那些廠長 去跟勞工談 即是如果是 譬如他有國家支持 例如日本 韓國 台灣 尤其是台灣廠 因為他們有後面政府的支持 他們都不會回去 但 用外交層面 政府跟政府去談 尤其是 我知道台灣現在很多 因為你知道現在 中國很希望 渴望 統一 即是很希望 即是靈蛇 比較對台灣 會口袋少少 現在其實是在談 暫時 倒閉就不是倒閉 而是 暫時那些廠 正在睡覺 休息 睡覺 停一停 或者是 將那些廠的生產 調到最低 最低生產量 其實是有影響 但不是說 你們西新聞報道影響得這麼大 當然也有很多廠 真的閉閉 我看到很多 也有很多是由 那些勞工 在外面廠去示威 去追討他們的錢 因為其中有一行 就是 如果 簽個 三合同法 之前 他的加班的追數期 是可以很長的 幾年我都聽過 各個地方都不一樣 有些 南方的省 追兩年 有些 北方的省 追十年 如果加班 追十年 是很耐心的 其實兩年都很耐心的 追到 兩年數 即是 很久了 因為 真的 加班 很厲害 加班不付錢 不是加班 不是跟足付錢 因為大陸加班 譬如 四十個小時以後 星期六 就乘1.5 假期 即是法定假期 星期日 就乘2 但是 據我所知 很少人 做足 那麼差 我小時候 沒有法例 不過 批舉行規 是1.5 又給 老闆不會不給 因為他要用你 沒有1.5 三副都要用你 是一個很有趣的文化 沒有人不跟 很有趣的 不錯的 沒有法例的情況 反而有這些 始終很簡單 你是需要的 我們休息數分鐘 再繼續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 2577-3798 網址 3W.NATURAL HEALING.COM.HK 我們繼續討論 討論內地新勞工法例 大家在網上聽眾 如果有興趣 可以打電話來跟我們聊 我們的電話是2134-1134 封印電話是2134-1134 好了 好了 那 陳鮮怎麼樣 或者我問一個 意識形態的問題 趁師子生學會 學會的人 其實 當年鄧小平說 其實有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 你想想 為什麼工人 其實很差 我們一向都聽到的新聞 那些又剝削 又不環保 又令人生病 就是中國的情況 其實在中國的學者 如何都好 上一代的人 看起來 這個就很混帳 因為你是社會主義 你資本主義 只要講發展 你資本主義 要講均富 要講大家都舒服 30年前 鄧小平說過 既然要搞 社會主義初階段 你先讓一步 發人有錢 所以說 有它 現在中國好像 最多富豪 除了美國之外 不是吧 是啊 第二位 不是吧 是啊 富豪榜 中國已經有很多富豪 可以說 八萬富翁下 以平均的人數來比 應該是美國 還是第一 美國是第一 中國未有 中國已經成為 億萬富豪人數 排名第二 國家僅次於美國 這位 文匯報 這個數字 但是你說 以人口的比例 800位上榜的富豪 就從美國抄襲 對我再知道 比例 比例 那也恐怖 你這麼快有這麼多富豪 一般人很容易就要問 這是社會主義國家 既然已經有了基礎 又要一定富裕 那你不要開始 還是這麼惡削 你要設計 令到工人會好一些 內地又要好一些 這個訴求 其實是比其他國家容易出現 比香港我們習慣了 你自己搞定 生活不行 你沒用 就是這樣 自由社會經濟競爭 是要這樣 但是在國內 整個國家的意識 是太久了 以往就說 你等有些人富裕 帶其他人一起富裕 大家趕快生活 現在不是 還不是這樣 其實那個壓力 每一年都大 據說這幾年 所以你見總理 從那一陣子開始時移走出來 又說要怎麼改善 整天都要說 這件事 為什麼 因為美國不會這樣說 不用 經濟好就可以了 過年過年 跟他們吃午夜飯 去幫人說慳患 要脫銀 他特別要強調這些 因為這樣才是社會主義國家 是不是 如果你不做 就不行 所以我覺得 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意識形態 就是他早要做這些東西 就是那個法例要改善 令到工人福利好 那你不要讓學者 那些學者 國內都懂世界 即西方的東西 你還差過比國 你還差過比國 那些工人福利 還差過歐洲 那些國家 資本主要的國家 那些國家 這樣不行 可能就有這些因素 不知道有沒有 因為 我會這樣看 其實我們在說 譬如你可以幫窮人 或者幫低下階層 幫低收入勞動者 我們有幾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 我們可以做 就是重新分配財富 就是redistribution 就是你可以說 譬如你收稅 然後給福利 福利主義 本身已經是 即是說 即是一個 我不說意識形態 但是是一個福利主義 但是我們說 這個新勞動法 其實比這種方式更差 因為那種方式 譬如說 大家賺了錢 然後將那些錢 用稅收 用形式拿去 然後給一些低收入人士 去派給他們 那原則上 都 雖然有一些 對於你的 motivation 會有影響 但是 問題就是 它沒有介入到 你中間那種 市場的 自由選擇合約 那個彈性 沒有規限 我們看到這個方式 其實就是 那種方式 可以大家去談 大家覺得 可以給多些幫助人 大家整個社會去談 但是 現在的做法就是 它突然間 在中間插隻手 下來 在企業 和僱員之間 突然說 你們不可以 想怎樣來定合同 就怎樣來定合同 一定要 至少跟我這一套 去做 剛才李先生說得對的 就是 我們現在未看到 什麼即時的反應 即是你說很嚴重的話 我也不相信 因為我們說 在某些地區 本身已經出現了 可能是勞工短缺 那樣的 但問題就是 即是 當我們去見到 另一個經濟危機的時候 譬如說 可能去到 亞洲軍人危機等等 那樣的事情的時候 那時候經常都說 中國在一個奇蹟 即是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它的失業率沒有什麼升 主要就是 因為它的僱傭合約 那個彈性夠大 夠大 那麼它馬上 用不同形式的合約 去接受 沒有這些這樣的震盪 你可以說 即是經濟衝擊 所以你說現在 我們在說美國經濟 可能有事 又說可能有次案 到下一個這樣的危機來到的時候 你突然間 中間離定合約 那種Facibility 沒有了 我們說的其實 主要 都說不是 幫企業 還是幫那個僱養 我們說Facibility 說靈活性 那麼 那 格林斯潘 在他本書裡說 美國為什麼相對來說 就是 見到有這麼多次危機 都能夠 就是叫做捱得過去 某個程度上 就是 原則上 在裡面 他依然存在一個 幾大靈活性 當然 其實我知道 他有很多更嚴謹的 勞工法例 但是 說的就是 靈活性是最重要 所以你說 即使幫這些人的話 都要想一想是哪種方法會更好 是 即我自己一向的看法 即我都很了解一下 即很多的不同的團體 都是很積極的 是幫一些勞動勞苦大眾 即他經常覺得他們是沒有辦法 即他處一個不利的地位 他們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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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議那個 那個barketing 那個能力是很弱 所以就要幫他 但我經常這樣覺得 即是 為什麼我們經常要想著 那個工人要一輩子做工人 即是 為什麼不想一下 他一天可以做老闆的呢 我覺得 這些這樣的趨勢 你看到這個條例 是令到那些人 想做老闆是越來越難的 其實某程度上 其實你令到那些工人 是一輩子做工人 其實你 當然他背後 想都沒想到這個 這樣的可能性 還有你看到這些這樣的趨勢 其實這個大 跨國公司 最好 因為這些是 億的那些大公司 小公司仔 山寨公司 就越來越沒有機會 連開始的機會都沒有 你看看 好像很多 我講一些 比如去澳洲的公司 我看很多 他們沒有的 沒有人 請得到人 都是一個其中的原因 可能福利太好了 那些人都不想做事 還有一個原因 你看到 很多是 one man bank one woman bank 那個市頭 公司仔 就是他一個 所以你看到很多現象 他們 小公司仔 是越來越難做的 所以我覺得 其實最終最終 我們想推動經濟 你經濟推動得到 那就 財富增生起來 始終有 不同的程度 去分得到 如果我們出現 一個這樣的 任何機制 而令到那個經濟 是呆滯了 其實你就是 最後 那些勞動的人 是更加受害的 所以我經常這樣說 你不要把這個 呱呱 弄得那麼高 因為你要 工人脫離 工人的處境 就要他隨時 能夠做老闆 那你以為你幫著他嗎 大老闆當然無所謂 他有辦法處理 但當工人 我想有的人 我想做老闆 這樣一條例 你怎麼誇獎 所以我經常感覺到 很多時候 以為自己做好事 其實不要想到 最終我們一直都在做壞事 你看外國 你看法國 你看德國 很多這些條例的國家 是吧 那他結果靠什麼 靠自己德國人 法國人做事 來靠外來 輸入那些人 來奴役那些人 或者被搬走了 簡直是搬去東奴 是吧 結果你不是 這個制度 不是行得通的 你仍然都要找 一群這樣的人 是讓你去 去 那你才 這個制度 在玩 一個人 一開工 就有一個月的假期 我真的心想 你試試做好老闆 定立這條例的人 你一定要自己 有經驗做老闆 知道嗎 要不然很正確 你完全不知道 原來做一個這樣的 開箱公司 為何從外國去看看 大部分公司 三年就閉 百分之九十閉 如果這麼容易做 這些條例 你越多 你一輩子就做勞動人 你一輩子走不掉 你怎樣 靠政府 拿救濟金 經常在這裏 找一些政客幫你爭取這些 這些 最終最終 你看一下 很多這些條例的國家 你看看 他的經濟是否真的很好 他不斷地剝削第三世界 才能夠維持 他的所謂高的生活質素 我覺得要看遠一點 不要在表面看到 原來他們被人欺負了這麼久 他們是真的沒辦法 原來是自己發聲 現在看到 有些報道 那些工人 一開始 有些律師 已經知道有機會 通常你分紅 請我 我幫你打 幫你贏回那兩年的工資 然後我便收你百分之七成 那些百分之三十 所以你看到這些條例 叫做得益得什麼人 工人一定沒有得益 益了這些律師 又不斷幫你打這個 所以我始終覺得 現在要改良任何的情況 要改良社會 人為的社會 我們一定小心 不要將人的自己的原動力 即自己的上進力 是剝殺他 這些很好的 所謂的 差不多是沒有固定的限期 如果一個工人 大家都經過 有些工人真的不太好 到了這麼少 他就放棄 幫你服務了十年 他就放棄 那怎麼辦 我始終覺得 任何人 一定要自己做老闆 這樣才是正確的 要不然你根本看不到 是另一邊的 你看到事實的數據 我始終覺得 這條路是走錯的 真真正正要 要脫離工人的辛苦位 要讓他能夠做老闆 你不要將律師做得那麼難 所以如果拉開一點 就會看到 你都會見到 等於去到香港 最低工資立法 其實都是一個合約的規限 我們說 所以 可以說內地很不幸 經常做這些實驗 不知為何他們 官員很喜歡做這些 找人民來做實驗 這是事實其實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因為你說鄧小平那時改革開放 都是摸著石頭過河 就是逐步逐步的事 但現在當他的經濟發展得越來越好 你回去見到他很大手大手 去訂立一套很影響深遠的法例 所以 這件事很不幸 但正正也都說 因為香港都其實討論最低工資立法 這件事其實對於香港都有一個意思 如果我們既然認為 由政府去干預了勞資雙方的 離定合約的自由 是一件不好的事的話 其實最低工資立法 一樣是干預了勞資雙方 離定合約的自由 我們始終不可以否認 不可以太單純地想 就是說 我有了一個最低工資 我的僱員一定很開心要的 沒錯 他找到工作的話 他找到工作的話 但問題 萬一他找不到工作 然後跟隔壁的認證者爭取的時候 他想減價 而政府規限了不讓他減價 其實你正正也是 令到兩個本來是自願達成的合約 做不到 這件事其實也是 我自己會覺得幾好笑的一件事 我亦都看到一篇文章 是張五常寫的 原來 他寫了九篇 他寫了九篇 我其中就納了一篇 原來他是專門公司合約的 他自己覺得他自己在這方面 他亦都很強調這方面 其實那個選擇性 我始終覺得 人是要自由 自由是有選擇 這是人的本性 任何社會的結構 任何社會的結構 如果令到人沒有這個最基本最需要的動力 自由選擇 那真是一個很危險 我們覺得很重要 不要經常以為我們是幫人 我們當然想幫人 香港出路的節目 其實最終都是希望搞好香港 搞好地球 搞好社會 但我們說要怎樣去做 很多情況之下 你都看到 別人外國都做過 別人的情況去到哪裏 好到哪裏 我真的要在這裏探討 那實際上 張五常是合約那方面的權威 不是 我有經濟 我有經濟 是經濟 你講法 他不是專門 張五常是合約選擇這方面的權威 是 他在某個經濟學理論 他又不是合約 好 所以他重視的都是一個自由選擇的靈活性 最主要是給經濟的活力 就是令到裏面的人有一個自由選擇的權力 這樣實際上應該是給他們的 為什麼 我們經常講的 政府要幫人不要緊 他幫到的 有某一方受了選 某一方得益 我們還可以討論這個分配合不合理 譬如你說 因為這條勞動合同法 資方沒有了一元 勞方得了一元 我們可以討論這個分配合物理 但如果你說實施了這件事之後 資方沒有了一元 勞方又沒有得益 這樣就很明顯對於社會 是一個浪費資源的動作 其實我們都不是很難去想 假設我們說街市少相反 經常都受到很多人認為 大腸斷下迫幹的 於是我定了一條法例 保護他 你來買兩次菜 以後都要跟他買菜 如果你去這樣做的時候 你認為 是不是就幫到他們 反而反效果就是 你可能還會令到 一些人說 我買了兩次之後 以後都要光顧他 我還是不要光顧這間 其實你從一個生活例子 比較容易去想到 實際那些僱主的反應會如何 然後那些僱員又是否可以得益呢 我反而想提一提 這條法例除了影響工廠之外 其實都影響其他公司一樣 因為其他公司一樣有勞工的 是 我指出一點就是 例如 Walmer 旭兒馬 他主要是 在中國來講 主要是做採購的 在這條法例一實施之後 就有 一千二百個中國籍員工 即是在中國請的員工來講 有二百個在十月二十二日 就和他終止合同 我想你想一想 為什麼呢 這群全部都 應該是採購部那班 文職那些 文職的 應該都會有大學位 他們是負責去和廠家看貨 是 這班人的工資一定不會便宜 我估計六七千元一定有 好了 即是 這條勞動合同法定了之後 立即就想炒 為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如果我在大陸請過六七千元的人 為什麼我不在香港 最多都是一萬多元 我請過香港的一萬多元 它產品 即是比中國那班 產品很多 我不是把那個人的架構 即是以前 其實很多 因為中國人工便宜 我不介意浪費這麼多人力 例如我一百 再請一百個人 其實我預約八十個人力 這二十個是拿來 即是預算是浪費了 但我現在因為有一條法律 其實所有公司 所有人力資源 變得穩定了很多 即是如果這條法律實施了 你被迫要穩定 實施了之後 我可以預見到 即將來每次春運 沒有那麼嚴重 人口而曬都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你強行有這些法律 那些勞工是鎖死在每一個商業單位 這個才是影響我心願的地方 如果我們說 因為經濟的發展 事實上之前已經開始說 有些工廠可能內移 那樣東西 因為成本那樣的問題 如果是因為這樣 而令到春運解決了 那我們當然 即是加大歡喜 那些人再去到其他地方 都找不到工作 因為他可能將職位轉移到其他地方 我想對於內地的僱員來說 這樣解決了春運 其實不是解決了問題 是令他本身沒有了就業機會 我反而擔心 在中國來說 就業機會會流走 為什麼呢 因為以現在來說 即是 現在計算過的數 即是實施這些法律之後 勞工的成本 上升最多都是百分之五十 最多最多 最多最多最多 百分之五十 但你不要想 你想清楚 但你想清楚 他的基礎低 基礎低 即是 香港買的基礎 一年 今年的漲價這麼厲害 但變成 現在今年 我新年買一隻雞 即是新鮮雞 一百零五元 一隻雞 但現在東莞一樣 是這麼貴的 一樣是 以比例來說 一樣是這麼高 只是二十五元 為什麼 即是他的基礎低 而且你不要忘記 現在環顧了這麼多個國家 不是人工便宜 他就可以做些單 你還有技術 有這個量 有這個質 我看不到這個世界 有任何一個國家 是有這樣的能力去搶中國的生意 這個短期內是同意的 即短期內同意 譬如也包括了很多 他本身已經投入了資本 剛才說 設置一條 production line 都不少時間 所以 短期內 突然間沒有了一半的企業 顯然 真是誇張了 但我們也不要忘記 我們要留意 長期 短期內 短期內 即使說 越南 其他低成本的地方 都未發展起來 未有那個技術 但你長期來說 事實上是推了一些企業去研究 去利用他們的地方 即是你如果這樣想 即是想回香港當年 中國都未即時有一大批很高技術的勞工 或者可以跟香港來 所以你看到 亦都香港不是一夜間 沒有了工廠 但你看到長遠的趨勢 慢慢慢慢慢慢就會流走 但香港 你是因為一個自然的轉型來的 那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說內地實施了這件事之後 短期內可能沒有什麼大的影響 但長期我們說 面對著 即是東南亞還有這麼多的勞動力 甚至東歐 某些國家加入了歐盟之後 釋放了這麼大的勞動力 那種全球化的競爭 長遠的影響是可以很大 而且我們 亦都不可以忘記 就是雖然說 它的Base低稅加了50% 可能都 最多 最多 都不是很多 但問題我們都不要忘記 就是現在說中國內地還是 我剛才說過 就是它農業人口有百分之四十幾 是一個很高很高的水平 如果它將來要慢慢發展的時候 它要釋放很多人出來 去轉造這個製造業 或者服務業 這個這麼大量的人口 你說50%雖然是很低 但對於要吸收這班 這麼大量的人口 來講 那個的影響可以是很大 所以這個 我們會見到就是說 因為其實中國雖然 幾年發展得很好 但它還有一條很長的路去走 才能完成到它的一個改革 因為美國的農業人口只有25% 現在中國有四十幾% 你想想要釋放幾多人幾多億的人 出來去鄉鎮打工 那樣東西 這個來講 就變了令到你說 即使一個升幅很細微都好 影響都可以很深遠 還有一件事 如果你說 在商家 或者廠家裏面 它一定會想辦法去生存 如果你有這樣的條例 其中一個生存的方法 就令到官方不要執行得那麼嚴 你知道 在大陸怎樣做 技術性談判 技術性 你會再引發很多這樣的問題 剛才也說 以前也有很多這樣的勞工法例 但它都不執行 它是可以做到 你什麼法例都好 它不執行就不執行 它有辦法 如果這些情況之下 有可能這樣開始 我始終你剛才提及的一件事 它要設定得很高 接著就沒有判斷得那麼盡 我最討厭這件事 為何要我去中國做生意 你要我用一個不守法的方法 走後門 我沒有這個位置去做這件事 要這樣賺錢 是很悲的 其實是很煩的 我寧願一個乾乾淨淨 大家都可以遵守法律出現 不要我們要走法律 要我們逼他們做犯法的事 才會生存 這真是一個悲劇 其實袁醫生說得對 雖然可能 我假設它是寬緊 它自己可以有靈活性 但問題是 你企業家依然是大了風險 因為問題是 它依然是在犯一條新的法例 寫得那麼細節的法例 所以即使它執行得寬 也好 對於企業來說 不是等於沒有改變 即使它執行好像舊法例 那麼寬鬆也好 但企業家 美國想你有個新法例 相對來說 它的一定 Ade loyalty 又是大了 它自己面對那種 即是 風險又大了 可能有一天 突然又勞工 gifts 走出來追求 他說不是喔 新勞工發言要求這樣 我之前沒有追求你 最後是不是要做錯了 又整個部分 它面對的風險也是很大了 還有至少我們見到 暫時的趨勢就是一條新的法例一下來了 可能舊法例大家遺忘得太久了 大家見到勞資雙方都沒有什麼大問題在 即使你說加班費出不足 但是你說現在新法例下來了 你見到又是有個期望做出來 有條新法例出來 於是我追回之前兩年 追回之前的一年的加班費 那現在又要解僱我 不管我那十年連資 那我又不行要示威 要遊行 我們事實上見到出來就是 即使你說執行寬不寬鬆 可能都未必完全由政府去決定 因為勞工階層他本身已經有個期望在 因為你實施了這條這樣的法例 那所以有一個你說是不是走法律 那張五常有提過的 他說用建工制回回去 如果你還是那個形式執行到的 當然不是每一個企業都可以用建工制 但是如果你還是做那些蔡家光 即是合法地用這個手法 因為你一看建工制來說 其實裏面大部份東西你都執行不到 因為建工制是類似一個多勞多得的形式 中間又不是按你時薪 又不是按你月薪去計算的 按你每件去計算的 裏面有很多的東西 基本上即是張五常的說法 就是九十幾條全部廢了 可以 是的 我不知道會不會去到這個地步 但是我相信企業來說 他會有一個衡量的 如果他實行建工 他可能成本有些計算上都會大了 但是都比 要去應付這條新的勞動合同法 是化算的話 可能他會走到這一步 但是問題就是說 最終對整個社會來說 他都是多了成本的 所以這個來說 我始終覺得由政府去規限了 勞資雙方來定合同的自由 絕對不是一個應該去行的方向 我想就不是規範的觀念 全世界都不是的 是保障的 我其實完全不擔心的 因為其實香港已經知道了 香港有勞工法例的 是不是 幾好 一般不是好的 但是當你的經濟一有些不妥 怎麼這麼多方法都避開勞工法 兩年合約 之後又要有些長期復募金的保障 一年齡十一個月便停了 又停了兩個禮拜 我看過這樣的案例 很多 尤其是現在連環性的酒樓之後 不停撿了又可以回去 剛剛就避開你兩年 你十年那麼久慢慢 不緊張 尤其是香港的法例 那些人這麼守法 上市商界都一樣都避開了 但是企業又如何呢 哪個企業比地鐵呢 很多大部份 地鐵大了 你知道地鐵月台的職員 全部是十七個半小時 一個星期的 因為十八個小時 連續四個星期 在勞工法例裡面 你就變成一個連續性合作 就要假期 那些福利 全部是十七個半小時 其實這個例子幾好 我們就看到勞工有什麼得益 除了拿了十七個半之外 本來可能 你問地鐵 可能他是願意給十八個半的 本來就覺得 但是他在很多規限之後 他就說不行了 我真的最多給十七個半 因為十七個半再上 他就不是十八個半 你再算上那些 剛才黃先生說的很多 勞工可以保障那些 可能已經跳了二十二元 變了來說 中間 你會見到 是不是勞工一定得益 我自己很有保留 那不是本活倒置 其實 本來我跟你一人兩個國家 我又這樣 你又這樣 你那些執行的 隨便 我又執行到正癖 那我就吃虧了 那你這樣看 如果大家都這樣 切實執行 那大家都公平 那大家都公平 那大家的勞工都公平 所以始終不是 就是說 有利沒有利的 我覺得整件事 複雜不狠的 整個資本主義世界 尤其是 醫生你說 就是 不讓人做老闆 我小時候是很容易做老闆 我也很想做老闆 就是 由小廠開始 那些哪可能呢 就是大資本家出現 不是那些人沒有活力 每個人都很有活力 對 現在 現在的年輕一輩 全部是找份工 不要說 沒有學歷的 那些 讀完那些 大學 第一個想法 都是找份大機構 找份穩定的工 為何是這樣 是整個環境不道理 那就是 我就覺得 這些 但你是不是要打破 發展現象 60年代很容易開廠 由幾千元 起家 老闆打工 幾千元做引測廠 自己家裡 那時候 經濟發展得很快 不是那時候 香港 那些工業的經濟都是初型的 工業經濟 這樣就可以 大型的 現在還不止大型 跨國 你個人怎麼可以 一兩個個例 李嘉誠 都一定做不到塑膠廠 他根本就不會做富豪 他只能夠打死一輩子 其實形態不同了 不是說給他自由 他根本沒有自由 他根本沒有自由 你這些大公司可以用很好的優惠條件再請一天 但是你怎麼 金大公司不是這樣做 我覺得我們不是要任何政策 他們可以 你用自由去做 我們經常說 他有自由 他有自由 你個人沒有自由 但他有自由的人 他個人一定沒有自由 你怎麼跟他鬥 你跟他爭 政府都給他 你不用跟他打工 我整個打工 我們做小生意 我們買個花生 香港很多小販賺很多錢 現在還不行 你做小販就行了 你再去搞下去就越來越難 但我想這個情況 你剛才說是做老闆 是像樣子的老闆 不是做小販 小販技術都行 現在你可以做這些 我們聽過很多的故事 賣糖水那些 幾塊樓 我自己的阿姨也跟他說 經常去那些買 那些賣膠的差響地方 排隊那些是他平常去街市的 那些小販來的 他覺得很多錢 我始終覺得 我們那個自由度是很重要的 請人不是容易請的 我們自己做過 未必一定容易請 對 你沒有以為這麼容易 你給錢人家 真的找到一個好人 你很想 本來有工半 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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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想就不是任何法例或政策 我們傾斜 一定要令到一些人去創業 做到老闆 或者怎樣 我覺得這樣很危險 你選擇鼓勵他做老闆 問題是 原醫生說得對 就是說 我們要給他自由度 他有這樣的路 我們不是一定要 就是 給了這樣的路 他做不到 我們不能擠逼他 或者怎樣去選 又要成立 那些基金 不斷推他上去 問題是 現在 本來是 勞資雙方自己可以決定到的 一些雇用合約 我們設定了很多條例 要有這樣的福利 要這樣做 而令到你 那個成本大了 難了 那這個是你一回事 我想 你不能以為他做不到 那就不要緊 我們設定 保護一些 或者怎樣去規限他們 去選擇 就沒問題了 那我覺得 這個不應該是一個方向 那 沒有問題的 最後的結果會怎樣呢 我們都很容易看到的 你正在說 這是一個大實驗 那只不過用工人做實驗 是吧 我就不想 就是 很快會看到 最重要是靈活性 如果到時不斷 那就走回 再改一改 最重要是這件事 如果我們能夠 看這個情況 這也有很多人這樣說 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發展 那個程度 最初的時候 大家都很艱苦 都很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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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中國是否已經到達那個階段 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 就算現在這個階段 都好 中國曾經都說 這麼多富豪出現了 那就是 他不是 即過去 令到很多 超級富豪出現了 那 那是甚麼原因之下 是吧 是未有那種條例之下 已經有這些 是否成就 我不知道 但是 可能一般的 中國的大眾 都是生活水準 都慢慢地高 那 Anyway 我們都 有沒有答案呢 我自己的感覺上 我都是覺得 自由的選擇 是很重要的 每個人 有一個動力 是來鼓勵 做事 創業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你一扼殺這件事 那些人就放屁 我們看過很多國家 即是在西方國家 文明國家 發達國家 真的很多人 很安心願狀 放屁 有甚麼事 政府做 你不行就下台 這樣 你看到這些例子 其實很多 在歐洲 當然 歐洲 如果人家科技好 還有其他國家 給他剝削 他就可以維持這麼高的水準 但其實 中國 或其他 東南國家 是否有這樣的條件 我們都不知道 當然 背後很多人類的問題 即是 不只是經濟 可以看到 很多時候 我們個人的生活方式 我們的取向 其實可能最終最終 我們都要走到那條路 我們才可以尋到一個真正的答案 好了 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聽 下個星期再繼續 其實我們一會間可能會做一個特輯 特輯是關於最近的流感這件事 我們本來就安排了 下個星期 就請另外一位醫生 就來跟我們講講 那個禽流感 和流感那方面的問題 但我看看現在 我在外面 聽到很多的 出現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有急需性 我們會今晚 跟著下來 休息一會 我們會繼續再講講這個問題 可以大家繼續收聽 我們休息片刻 再跟大家談談